如今殿下已经醒了 我也就放心了 而现在身处绝境没水没吃的 在殿下身边就是累赘 倒不如早点死了让殿下喝血吃肉 这样也能让殿下多活一点时间 殿下你怎么来了 本王要是晚来一步 是不是就只能看到你的尸体了 我这条腿应该是断了 现在也没有大夫 如今这岛上没吃没喝的 留在殿下身边就是个废人 周爽此时被深深的感动 他没想到属下为了让自己多活几天 愿意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水的问题没你想的那么难 这岛上昼夜温差大 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收集露水 白天的时候我们也能蒸留海水 总之别以为本王出海是一时任性 在出海前本王可是跟着国师学了很多的 就这样每天喝露水吃海鱼生活了一个月 船队终于找到了这里 第一时间猪爽就回到了大明 老二你这出去了一趟可真是辛苦啊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又黑又壮 娘要是看到恐怕又要心疼哭了 大哥你可知道这一次我出海有什么收获 你才到港口我就已经听说了 这一次秦王回来赚的不少 金银财宝装了一箱又一箱 哎呀那点金银财宝 怎么可能入得了大哥您的眼啊 大哥就不想知道我这些日子 在海外到底做了什么吗 不就是好奇海外的世界 跑出去看了看吗 如果你这样想 那大哥你就小看我啦 听你的意思 这次出海还有别的收获 那当然我这一次出海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给大明探明所有的航道 并且我几乎把路过的所有岛屿跟国家都摸了个大概 这些资料大明现在还没有吧 国师虽然厉害 可是毕竟跟大明相聚了几百年 他能接触到的大多也只是史料 可是史料的记载 怎么可能由我亲自探查的详细和准确呢 哦 那你可真的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如今大明确实对于海外的信息知道的不够多 那大哥你就给我下一道圣旨吧 让我代表大明出师海外 不行啊 别以为你不说 我就不知道你流落荒岛的事 我再也不会允许你出去了 你若是有心就来帮我 若是不愿意就待在王府里混吃等死吧 这也总比你在海上丢了命强 哼 除非你一直关着我 要不然我想要跑 还是能跑出去的 到时候只要我一个人出海就更危险了 那我就派人天天盯着你 实在不行我就把你关起来 我想爹能理解我的苦心的 那我就自杀 你看着办吧 朱爽坚决的态度让朱镖犹豫了 作为兄长自然是不希望弟弟去冒险的 可是若站在一个皇帝的角度上看待问题 大明现在对于海外的探索的确非常需要 而朱爽的确也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我不能现在就答应你 等我有时间看完你记录的东西 若是你真的有能力 那我也不拒绝你 可若是我觉得你的东西没有什么用 那你就乖乖的留下来如何 行 那大哥你快点给我消息 我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 为下一次出海做准备 我可没说一定会允许你出海啊 大哥你说的什么话 我记录的东西绝对让你震惊 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在朱镖看完朱爽的所有记录后 第二天就在朝堂与各位大臣商议了一下 一致认为对于海外的探索不能停下来 太好了 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就要开启本王的下一个征程 一来就听到你鬼吼鬼叫 老二你才刚回来也不好好休息 原来是你们啊 来来来都跟我过来 这次回来我可是给你们带了不少礼物 老二听说你这一次可是为朝廷立下大功了 大哥对你可是一顿垮 其实也不算什么了 也就是九死一生 不是我跟你们吹嘘啊 也就是这一次是我亲自带队 换了其他人 若是遇到那些糟糕的情况 恐怕根本没命活着回来 老二这喜欢吹牛的性格还是没变 你们不相信是不是 我可跟你们说啊 你们差一点就见不到我了 回来的时候 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直接先到了海里 然后流落到了一个不知名的荒岛上 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的日子 有多可怕你知道吗 几人在相互聊天吹逼了一会儿后 两兄弟就带着朱爽去参观大明的军事学校 以及建好的蒸汽火车 红武朝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了吗 连在课本上才能看到的火车 都已经可以造出来了 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也跟你一样惊讶 我们都小看了大哥的决心和能力 以大明现在的水平 只能造出蒸汽火车 大哥计划从阴天铺设一条到北平的铁路 我真的不敢想象三五年后的大明会是什么样子 大哥你怎么来了 怎么不愿意见到大哥 大哥你现在日理万机 不会是专程来看我们的吧 谁说不是呢 你们现在都长大了 想要见你们一面多困难 难得你们聚在一起 我就想来看看 那就是我们的罪过了 大哥如今可是君我们士臣 想要见我们 应该直接下旨让我们进宫啊 怎么能劳烦大哥亲自跑一趟呢 好啊 你现在胆子大了 连大哥都敢调侃了 是不是觉得大哥现在不敢揍你了 老二想不想试试火车是什么感觉 真的吗 大哥你真是太好了 咱们大明已经有能力造出火车 跟铺设这么长的轨道了 这需要用到的人力物力可不少吧 这个项目可是集合了所有大明联盟的帮助 这些工匠很多来自别的时空 包括材料 也是所有时空一起支援的 不然光靠我们自己 想要做到这一步 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那也是大哥的本事啊 竟然可以说服其余时空的人一起支援我们 你可别恭维我了 这不是我的功劳 几人一起在火车上感受一下后 朱元璋跟马皇后刚好也从现代回来 所以一家人就聚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 几个月的时间一会儿过 万力朝的改革如火如荼 粉丝们也开始期待下一次的聚会了